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指出 新增病例当中有22,698例或99.54%的病例 属于无症状或轻症患者 其余的104例或0.46%则是第三、第四和第五级的病例 另外沙巴新冠事务发言人指出 沙巴今天暴增4,107例确诊 写下疫情以来的新高记录 其中亚比今天通报1229例确诊 另外有10个线数 也新增三位数病例 沙巴当局透露 新增病例当中有一半以上的病例难以追查感染源头 而州内的零星散发病例也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沙巴新增病例连续7天破千例 沙巴州政府昨天宣布收紧官方和社交活动标准作业程序 重启限制出席人数的限额以及活动时间的措施 即兰单方面 今天新增1274例确诊 其中哥达巴鲁的确诊病例最多达到561例 目前该注的活跃病例已经破万 达到10492例 Botek Health公司宣布 从2月14号起 所有Botek Health旗下私人医药机构的外展疫苗接种中心 将提供免费接种科兴疫苗服务 民众可以直接登门 接种科兴加强剂 Botek Health公司发文告指出 这项举措与卫生部长凯瑞在2月7号发表的谈话相符 也就是开放让所有的人选择加强剂的疫苗种类 对此 符合资格并且希望获得科兴疫苗加强剂的人士 可以在Botek Health网站查看外展接种中心的列表 所有该公司旗下的外展疫苗接种中心 都将提供免费接种科兴疫苗的服务 任何的疑问 民众也可以拨打Botek Health热线 或发送电邮 以了解详情 早前 凯瑞曾透露 国内共有350万科兴疫苗接种者还没接种加强剂 尽管卫生部鼓励民众接种辉瑞或阿斯利康加强剂 以获取更好的保护 但部分的人士依然对接种个别品牌的疫苗感到犹豫 在Omigran的清洗下 卫生部只好放宽措施 允许相关的人士选择科兴加强剂 马六甲州政府和州教育局将持续和卫生局合作 共同致力于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掌管该州教育及科学公益事务的行政医员 Rais Yassin 表示当局全力支持推行疫苗移动计划 以及在校为学生接种疫苗 Rais Yassin 透露 如果两项措施得以实行 在短时间内能够为州内80% 相等于4万4千多名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Pihak JPN,JJJPN,a akan cuba membantu seboleh yang mungkin Mungkin dengan cara ini akan lebih meyakinkan para ibu bapa memudahkan pelajar-pelajar itu untuk ambil vaksin sudah tentu komitmen saya dan juga JJPN, kita mahu program vaksinasi untuk anak-anak yang berumur 5-11 tahun ini 他解释当局将会和每所学校的家教协会理事商量和讨论 以提高父母亲的意识 让孩子接受新冠疫苗接种 另一方面 吉兰丹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将在来临的星期展开 截至目前一共有11万5千名年龄届于5到11岁的儿童注册接种新冠疫苗 针对即将在州内展开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丹州卫生局总监Dato Zaini表示 当局的目标是在本月底为50%的注册人数 也就是45,874名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到目前为止州内有464所小学已经确认成为儿童疫苗接种中心 不过不排除教育局在未来将会同意让更多的学校充当接种中心 新冠疫苗供应特委会提醒民众 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应该立即求医 医生将会通报国家药剂监管职网站或卫生部药剂咨询系统 新冠疫苗供应特委会指出 严重的疫苗副作用包括面部和喉咙肿胀 心跳加速 胸口疼痛 全身扫痒或出诊 以及呼吸困难等等 民众一旦在接种之后出现这些症状 应该马上前往卫生设施 看诊以及治疗 以减少副作用带来的影响 并且提供完整的报告 进行进一步调查 卫生部国家药剂监管局将会通过监测 接种后不良反应的报告 不断监测国内疫苗的安全风险 包括新冠疫苗 至于副作用情况轻微的人 也可以在Maisajitra报告症状 Omigrant浪潮来袭 加上确减病例持续攀升 政府将会研究是否有必要重新实施 公务员追加工作的措施 政府首席秘书丹西Zuki Ali表示 尽管目前国安会已经制定相关的指南 但至上涉及140万名公务员的追加工作措施 必须由内阁讨压以作出决定 无论如何他强调现阶段公务员都必须遵守 标准作业程序和当局的指示 他是在出席登加楼关税局主办的大马一家 与关税局总监和政府首席秘书交流活动之后 这样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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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我国今年的经济成长 财政部长登顾沙夫指出 政府将维持5.5%到6.5%的经济成长预测 登顾沙夫指出 国家经济复苏的持续动能显而易见 这可以从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3.1%得到证明 他提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反映了去年第四季 显而易见的经济复苏势头 尤其是各经济指标改善 同时投资者也对国家的复苏前景更有信心 像是去年外国直接投资净牛路超过500亿令吉 以及对外贸易突破2兆令吉 他指出成长动能预料将会持续 并且让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复原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他希望今年的成长将受到各种利好因素的加持 尤其是付证落实今年度财政预算案高接种率 让经济和社会活动正常化 项目重启所带来的成熟效应 以及强吻的外围需求 与此同时首相Ledx1 Saby 指出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得到3.1%的增长 显示了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所执行的措施 开始取得成效 首相在脸书指出 随着将近全部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开放 加上内需和外需强劲 将助力经济继续增长 他承诺 政府将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 5.5%到6.5%的目标得以实现 他补充 最重要的是 通过增加收入和抑制通货膨胀 各阶层的人民都能享受经济增长 根据首相发布的图表 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 和去年第四季度则达到3.6% 其他的指标包括失业率降低4.2% 超过510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以及2兆令吉外贸增长 针对工资补贴计划的课题 财政部长邓顾沙夫指出 政府已经通过该计划 向超过35万名雇主 提供超过203亿令吉的补贴 这项创举成功维持将近300万名 本地员工的工作 从而降低我国的失业率 登顾沙夫指出 截至2月4号 政府已经向1482名雇主 拨款1464万3000令吉 以维持24405名员工的工作 他说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拨款6亿令吉之后 政府将通过大马涉嫌机构 为去年10月到12月期间 收入减少至少30%的旅游业者 提供薪资补贴 相关的申请是在今年1月1号期开放 直到3月31号 还没列入受贿者名单的故作 依然可以向涉嫌机构提出上诉 他补充 政府正在实施的 工资补贴计划4.0 一共拨款38亿令吉 为即将有250万人受贿 东铁工程进展顺利 截至今年1月 邓家楼的工程进度为25.76% 而整体的工程进度为27.19% 当局预计 该工程将会在2026年如期竣工 大马铁路衔接公司总执行长 达多斯利达瑞士透露 东铁工程是在符合政府定制的标准 作业程序下进行 当中因技术问题出现了延误 不过他们也赶上了进度 在大马铁路上 我们感到少许多,但我们能够继续 我们能够继续达到这一年 登加楼和彭亨的路线工程进展顺利 达到98% 预计能够在2023年竣工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的德西 穆斯塔巴透露 不过目前已经确定有92项生病工程 并且受到当局的监视 这些生病工程至少被耽误了两个月 或比预期的进度少了20% 在92项生病工程里 教育部出现最多的问题工程达22项 他说政府严厉看待这个问题 并且会提高临选和委任承包商的门槛 提升公务员管理国家发展项目的能力 部城管理局承诺将在部城坚定161个策略地点 来实行城市年轻企业发展计划 供年轻人创业 这两年前该计划实行以来 该项目一共纳入了105个策略地点 供年轻企业家选择 部城管理局执照组总监 Jeffrey Mustaba指出 这个项目是由联邦直辖区部推出 旨在让年轻人无需大量的资金即可创业 他在部城出席年轻企业家嘉年华汇时 受访如此指出 每一个星期是我们做MVG试试 是2000店50个人 每一个人要进来 一定要先卖水价托 有四个人这样子要先住 有去做那个试试 因为确保他们安全 我们也安全 顾客也安全 最重要要自己要小心 人去地方不要吹太多 在必要的时候 好像真的是非常多人的时候 没有什么社交联系的话 我们还是会采取这些措施 然后限制人口进来 我们也是会经常一个星期试试一次 会员工都会有做的 两三天都要做一次 正月十五元烧节即将到来 警方提醒民众不要在加节期间燃放烟花和炮竹 以免处罚遭到对付 吴嘉曼刑事追案调查部总监的德须阿德杰利发文告指出 目前国内获准公开贩卖的炮竹 只有泡泡和Happy Boom 其他种类的烟花和炮竹 一律不可燃发 或是在市面上售卖 他强调人民不得非法收藏 售卖或拥有烟花炮竹 否则将在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七和第八条文下受到对付 一旦罪成可以被罚款一万令吉 监禁七年或两者兼施 同时燃放烟花炮竹者 也会在1955年微刑罪案法令第三条第五款条文下被对付 罪成可以被判处一百令吉的罚款 监禁一个月或两者兼施 对此阿德杰利提醒售卖炮竹的业者 必须向当地警区总部提出申请 以避免受到法律兑付 同时劝请民众遵守法治 以设保社会和谐 以及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若佛州选举的到来 不影响大马教育文凭SPM的进度 教育部高级部长达德拉西表明 SPM考试 按照原定的日期举行 该部将提成信函给选委费 以避免出现中学充当投票中心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全国的一党竞选团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到柔佛州帮忙 另外 图团党总秘书兼国盟柔佛州竞选主任德德西·哈姆萨·赛努定表示 国盟政府将会秉持着杜绝贪污和干净政治的理念 以赢得柔佛州选民的支持 为了选民的未来 他承诺国盟政府执政之后将会全力落实惠民政策 国盟兼土团党妇女组主席Rina Harun表示 国盟已经提交了一份包含16名女性候选人的名单给中央 有待当局最后敲定 这16名候选人分别涵盖土团党 伊斯兰党和民政党这三个成员党 同时 国盟柔佛州妇女组大约有一万名党员 已经准备就事 在周选期间前来助力 他出席国盟柔佛州妇女组竞选机关的推荐里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说道 他也呼吁女性党员团结一致 与国家一同前进 去年底的水灾让许多的民众面临巨大的损失 环境及水入部副部长的德曼索奥斯曼表示 接下来的国会会议 该部将会提成一份有关国家气候变化的法案 以便国内发生气候变化的时候 能够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减轻大水灾带来的影响 曼索奥斯曼表示 目前该部正针对相关法案的框架 进行最后的讨论阶段 今天是冬奥会举行的第八天 作为赛区的江家口 迎来了今年第一场春雪 新闻结束前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